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星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黑白科幻片 尽管在视觉效果上远不如现在的大片那样细精 但是独特的创新和曲折的情节 让这部电影仍然不失为一部好看又有趣的片子 下面就和星星一起来看看这部1957年的奇特缩行者吧 男主角斯科特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 这一天他和妻子在游艇上享受着假日时光 突然从远处飘来一团大雾 大雾从游艇中穿了过去 沾了斯科特一身的银粉 妻子因为去船舱去啤酒避过了这团大雾 六个月之后 斯科特发现自己的衣服变得松松垮垮 统统不合身了 怀疑自己身体有恙的斯科特来到医院检查 发现自己不仅体重减了很多 连身高都变矮了 但是负责检查的医生却不相信他的话 回到家斯科特发现自己仍在变矮 以前他和妻子接吻 妻子得垫脚才行 而现在妻子完全不用垫脚了 大感惊奇的两人 第二天又去看了医生 医生给斯科特拍了X光片 发现他的身体正在慢慢缩小 医生从没见过这种怪病 只好推荐斯科特去加州的医学研究所 在那里 研究员都用了各种检测方法 最后发现斯科特体内正在发生 诡异的分子重组现象 这种分子重组会导致斯科特体内的细胞数减少 所以斯科特才会不断缩小 研究所对这种怪病也没有办法 斯科特害怕变得更小 向妻子提出离婚 妻子却坚持要和他在一起 但是缩小的斯科特已经连婚戒都待不住了 更糟糕的是 缩小的斯科特无法再工作 他的哥哥也生意不顺 无法再给他提供帮助 最后斯科特只好在媒体面前曝光 通过称为话题人物来挣钱 不久后斯科特接到教授打来的电话 说他们研究出了新的药物 不过新药有效的概率只有50% 无计可视的斯科特选择了注射新药 但是身体却变得更小了 这一天斯科特无法再忍受长期在家的苦闷 独自跑到街上散心 在咖啡馆他遇到了逐人克利斯 两人相谈甚欢 斯科特感觉自己又焕发了第二春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又缩小了 为了防止斯科特被伤害 妻子专门为他做了一个绣针的房子 这天妻子出门办事 不小心放了一只猫进来 这只猫成了斯科特的灾难 他想要吃掉斯科特 危机关头 斯科特将桌上的台灯拉倒 吓走了这只巨猫 斯科特跑到另一个房间 正当他打算关门的时候 巨猫又追了过来 最后他跌落到地下市中 妻子回到家 看到地上带血的碎布 以为斯科特被猫给吃掉了 伤心不已 苏醒过来的斯科特 发现他无法回到楼上 楼梯对他来说太高了 他的声音也无法被妻子听见 他只能等待妻子来到地下室 在那之前 他得尽力生存下去 好在地下室中有水漏下来 还有一个火柴盒可以当住所 斯科特又用地上的铁钉 给自己做了套衣服 剩下要解决的就是食物问题 还没等他弄到食物 就发现一只大蜘蛛 从桌子凤爬了出来 惊慌的斯科特 赶紧找了一颗铁钉当配件带着 之后他发现厨房的高台上 有一块面包 于是他又用铁钉和绳索 做成抓钩 爬到了箱子上 爬上来之后 斯科特却发现箱子中间 有一块巨大的空档 要是从这里跌下去 等着他的就是粉身碎骨 但要是不过去 他就只能活活饿死 斯科特只好铤而走险 尝试从空档中间的木板上 跳过去 他一步步朝着木板边缘靠近 这时另一端的油漆 却开始踪动 千军一发之际 斯科特纵身一跃 总算跳到了对面 历经劫难之后 斯科特终于来到了面包这里 他发现面包旁边 有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子 但是窗子被铁丝网封住 他无法出去 望着窗外的鸟儿 斯科特绝望的哭了 但是他仍然得坚持着活下去 正当他打算 把剩余的面包块运回去时 先前那只巨大的蜘蛛 又窜了出来 斯科特赶紧躲进货茶盒中 暂时逃过了一劫 这一天斯科特还在睡觉 却发现头上一直有水滴下来 他走出火柴河 发现是热水器漏水了 对他来说 这就像是发了洪水 斯科特的哥哥和妻子 发现热水器漏水 来到地下室查看 斯科特用尽力气向他们求救 但是他们根本听不到 这个小人的声音 洪水退去后 可怜的斯科特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他决定完全依靠自己活下去 克服恐惧的斯科特和蜘蛛 展开了一场大战 最后将铁钉插进了蜘蛛的心脏 取得了胜利的斯科特 再一次来到铁窗旁 由于身体又缩小了 他发现 自己居然可以从铁丝网钻过去 重获自由的斯科特 像一个得到的高僧 他终于明白 不管多么微小的事物 都有他们自己的一方天地 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人 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意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别忘了给星星点赞 关注评论哦